2018年的名人堂仪式已经完成,那时,雷阿伦、希尔、基德已经正式进入名人堂,而2019年的名人堂仪式将因为三位超级巨星的入选而星光灿烂, 因为最近的名人堂入选方式有所调整,球员退役只需要三年就可以入选名人堂,这也让科比、邓肯、加内特可以在2019年入选名人堂,而因为这三位的入选,其他人恐沦为陪衬,科比,相信凭借科比医生的荣誉,入选名人堂是毫无疑问的,大家所期待的是入选的时刻,而科比生涯效力胡人队20年, 共取得了五个总冠军,两次总决赛MVPK,一个常规赛MVP,四个全明星MVP,18次入选全明星,15次联盟最佳阵容,12次入选最佳防守阵容,生涯共取得33643分,排在NBA第三位, 两次奥运会冠军,科比已经取得了作为球员能够取得的所有荣誉,而科比的进攻能力在联盟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,他的后仰跳投美如画,他的偏执对胜利的渴望相比乔丹又过之而不及, 邓肯被誉为历史第一大前锋,超高的篮球世上,强悍的进攻,完美的防守,邓肯是一个被低估的防守球员,联盟欠邓肯一个最佳防守球员奖,1997年进入联盟,邓肯效力马刺19年, 球队从未缺席季后赛,而赛季场军胜场达到50加,生涯共得得5次总冠军,两个总决赛MVP,两次常规赛MVP,15次入选拳,明星,15次最佳阵容,15次最佳防守阵容,生涯总得分26496分,排在NBA第14位,邓肯从来都不是一个靠得分来帮助球队的球员, 而球队会因为拥有邓肯,而获得更多的胜利,而邓肯,20年来的稳定表现,以及他不苟言笑,为他赢得了石佛的称号,加内特在场上表现,更多的是强硬的态度,对比赛的一丝不苟,加内特在场上愿意飙拉计划,而加内特连续6个赛季20加10加5的数据,也表明了是一位全能的球员,加内特生涯多得一次总冠军, 一个常规赛MVP,15次入选全明星,一次全明星MVP,一次最佳防守球员,12次最佳防守阵容,9次最佳防守,4次篮板王,加内特天生就是一个失血的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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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